社区大楼一早有邮差送信 还有送货员员甚至朋友探访 民众出入平凡要凉额温要登记 管理员忙到分身法术 防疫期间不敢大意 管委会干脆聘请防疫专员分担工作量 没戴口罩不得进入 防疫专员凉额温喷酒精随时把关 风源这个社区多达641户有2000多人 万一出现防疫破口不堪设想 管委会用知心的方式添加人手超前部署 所以他人手会不够 所以我们早上会有防疫专员 晚上会有一个防疫专人 在帮我们做防疫的动作 因为我们社区的人太多了 然后小朋友也很多 走来走去这样子 你自己也看得到 比较放心 想当防疫专员有条件 必须是社区住户也不能有出国史 时薪160元 主要针对上下班尖锋时刻 值班凉额温 而且不得请假 只要有一个人受伤的话 就大家都跟着收累 多一分保上 好啊 访客他有没有发伤 你不知道 如果有发伤 你可以不让他进来 国内确诊数持续攀升 基层里长里干事压力倍增 台中市居家检疫人数 累计超过11357人 目前同时还有6700人 人力相当吃紧 只靠政府远远不足 民间社区大楼自逃药包 自立自强增防疫源 防止疫情扩散 借公寓的蔡顿营 台中报道 先订阅 小伙子 酱本